谁才是历史第一中锋,这个问题如果去问五个人,五个人都可能有不一样的答案,不管是大帅张伯伦,还是指环王拉塞尔,或者是大孟奥拉多网,还是天高贾巴尔,还有我们的大沙与奥米尔,他们都有自己的传奇,他们都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他们都有问点历史第一中锋的资格,还能不分先后,小编来说说他们。 第一,奥米尔奥米尔在1992年NBA选秀中,于第一轮第一位以壮人秀的身份,被奥兰多魔术队选中一,职业生涯成效力于奥兰多魔术队,热山基活人队,赖阿密热活队,菲尼克斯太阳队,克里夫兰奇士队以及波士哥海尔克人队,新秀赛季当选NBA年度最佳新秀,这次夺得NBA总冠军,2000年当选NBA常规赛MVP, 三次当选NBA总冠军,FMVP,15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并三次当选NBA全明星MVP,八次入选NBA自家阵容一阵,四次入选NBA自家阵容二阵,两次入选NBA自家阵容三阵,三次入选NBA自家防守阵容二阵,两次当选NBA得分王。 第二位,奥拉朱旺在1984年NBA选秀中,哈基姆·奥拉朱旺在第一轮第一位,被休斯顿火箭队选中,十月生涯曾效力于休斯顿火箭队以及多伦多猛龙队,1993-94赛季,当赛季当选NBA常规赛MVP的奥拉朱旺,带领火箭夺得NBA总冠军,他也成为了NBA历史上首位在一个赛季,同时当选常规赛MVP,年度最佳防守球员以及总决赛MVP的NBA, 火箭队则连续两年温顶NBA总冠军,分别是战胜了拥有帕克里克尤因的纽约尼克斯队和沙奎尔奥尼尔的奥兰多魔术队,奥拉朱旺的NAC生涯,暴时二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六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一阵,三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二阵,三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三阵,两次容易NBA年度最佳防守球员,五次入选NBA最佳防守阵容一阵,四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二阵,三次入选NBA NBA最佳防守阵容二阵,两次当选NBA篮板王,三次当选NBA盖茂王,1996年,奥拉朱旺跟随美国梦之队夺得了奥运会金牌,同年入选NBA美领大巨星,第三位,拉塞尔他被认为是NBA历史最出色的防守行中锋,是20世纪60年代台尔特人队的主力队员,在13年的职业生涯中,比尔拉塞尔共获得11届NBA总冠军,五次NBA常规在NVP, 四次当选NBA篮板王,十二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其中在1963年当选NBA全明星赛MVP,三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一阵,八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二阵,1969年入选NBA最佳防守阵容一阵,第四位,贾巴尔1969年NBA选秀中于第一轮第一位以壮人秀的身份,被宁多尔基雄陆队选中,新秀赛季当选NBA年度最佳新秀, 1970-71赛季贾巴尔场军31点7分,获得常规在NVP以及NBA得分王冲号,并率队获得NBA总冠军,1976年转投洛杉矶活人队, 与有魔术师之称的埃尔文约范逊成为活人队的两大支柱,率领球队五次夺得NBA总冠军, 卓越生涯六次当选NBA常规在NVP,两次当选NBA总冠在NVP,FNVP,十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一阵,五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二阵,五次入选NBA最佳防守阵容一阵, 二次入选NBA最佳防守阵容二阵,十九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两次单选NBA得分王,四次单选NBA盖茂王, 第五位张伯伦两次夺得NBA总冠军,1972年NBA总决赛NVP,四次荣云NBA常规在NVP,十三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 1960年NBA全明星NVP,十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七次一阵,三次二阵,1972-73年连续两次入选NBA最佳防守阵容一阵, 1960-66年连续七次荣云NBA得分王,十一次荣云NBA篮板王,1968年荣云NBA度公王,威尔克·张伯伦拥有众多的NBA历史记录, 他是唯一一个在一个赛剧比赛场局得分超过40和50分的球员,他最著名的记录是单场100分, 他还赢得了七届NBA得分王,十一届NBA篮板王,还有一届NBA度公王,NBA唯一一位拥有度公王头衔的中锋, 张伯伦在NBA历史上是唯一的赛剧场均至少30分加20篮板的球员,而且他做到了七次, 我为你们认为谁才是谁才是历史最伟大的中锋,